第二种制造同频的方法 就是通过色调一致的方式来制造同频 之前我们在摄像环之中谈到了整个摄像环的使用 只是我不是按照这个色彩构成 或者比如以前写给大家看的色彩书这样的方式 我以前的那种其他的方式来讲述的 我完全是站在一个设计需要的对色卡的使用 对色彩的功能的使用 在画面之中它的这种情况来选择的颜色 来讲述的这种基础知识 那么色调呢 色调对于色彩设计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同样的色调可以制造的实际上是同频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淡色色调 淡色色调呢是增加了大量的白 它适合一些比较柔和的主题 比如儿童啊等等的 然后明亮色调呢是加了一定的少量的白 色彩呢提亮了 而纯色色调呢则比较 力量感比较强 因为它的色相倾向性是最强的 然后是着色色调加了少量的黑 和淡着色调加了大量的灰 以及最后暗着色调加了大量的黑 那么这六种色调呢 是比较常见的主要的一个分层状态 我们看到从单一的颜色上来看 也就是说从上往下看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单色的同频 从左向右看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色调的同频效果 我们来看一些作品 当信息类型一致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来进行这种同频的设计 它信息一致就是说明 它的这种信息类别有相似性 那么我们为了区别它 可以制造同频 假设你其中一个颜色 设计的完全不是一个色调的话 这个颜色就从整个的 这个同频效果之中突出出来 那不就变成聚焦色了吗 对吧 但实际上它是同类的信息 不需要制造聚焦 我们可以依次地去阅读它 或者是有目的地寻找 是吧 这就是同频的这种状况 它实际上是一种融合色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这张海报上的颜色 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明亮色调的 近似于淡雅色调的这样子的一个同频效果 从红色过渡到了蓝色 我们看这两幅作品 这两幅作品的左边的这幅作品 它的底色是一个淡淡的黄色 前景的这些颜色实际上加了一点点灰进去 所以实际上是淡灼色调的一个状态 然后与底色的这个明亮的黄色 去进行了一个搭配 那么第二幅作品之前我们也讲过 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色调进行搭配 我们在这里面再重复一下 因为前景的人物实际上是由黑色色调组成的 也就是只有黑白灰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而背景之中实际上是暗灼色调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前景有无数种颜色 后背景有无数种颜色 两层无数种颜色进行搭配 相对于这种情况作品比较少 并且也比较难做 当然这个是由于它中间还带有了 五彩色与油彩色的这种平衡关系 所以在两种色调内部它是融合效果 在两种色调之间产生了这种平衡效果 我把刚才的六种色调状态增加三种色调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五彩色调 也就是黑白灰 只有黑白灰的情况 再加上一个暖色色调跟冷色色调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当颜色增加的是白 往白里面去增加白 实际上是发一点点 越白的话发的是冷 然后加深的话越来越冷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你偏离了唇色 肯定是要发冷的 但是从发白跟发黑比较起来的话 是发黑更冷 就好像说白是接近光的颜色 所以发白稍微要比发黑暖一点 那么从颜色本身的色相来看 我们底下标注了 也就是橙黄 实际上它是暖色色调的一个状态 而青蓝紫是冷色色调的一个状态 所以从复杂的角度来说 冷色调跟暖色调的这种概念 并不是说从单一颜色来说 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我们拿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苹果盒 它有很多的复杂的颜色组成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光照过来的这一面 光的这一面可以说是从左侧过来的 右侧实际上它是阴影处 我们就可以发现左侧照过来的光的位置 实际上包含了一些亮黄色 然后绿色等等这些颜色 这个绿也不是深绿 它是一种加了白的淡绿色 或者是浅绿色 而在阴影处呢实际上有大量的紫色 还有暗红色 它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那么对比起来呢也就是说在光的这一侧上呢 实际上包含的是暖色色调 它不是一种颜色而是一种色调感 而右侧的是阴影处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冷色色调 那么它呢达到了一种融合效果 这样子说的话 你可能还有一些理解不了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我把这个暖色的部分放在了阴影处 这个时候你再看看 实际上你看在这张第二张图上 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绿色 这个绿色呢加了一点黄 虽然说它也看起来挺脏的 但它实际上与红色来说 都是发暖的 因为在这个作品之中 蓝色和这个褐色它更冷 所以呢 这个绿色放置在了阴影处 也就是说放置在了右侧 我们就发现 实际上它有非常不合适的这种 不协调的这种感受 就不像我们左边的这张图 是吧 圆图 它的这种色调的融合性要比 右边的这张图要好很多 所以呢 也就是说在一个作品内部 还存在于暖色之间的这种关联性 跟冷色之间的这种关联性 不过这个呢就更加细腻了 也更加复杂 谢谢大家